封锁版lain 演书 演唱 表演 演唱 《 编曲震院》 演唱 串锁版 演唱 比敢说 演唱 串锁版 演唱 演唱 打 预演 演唱 串锁版 演唱 串锁版 演唱 比敢说 演唱 串锁版 这个车展的题目 《 毅行的脉绵震》 其实跟我常常旅行有关系 那因为旅行的关系 我常常想要回去一个地方 很宁静地去 让自己有办法回复 属于自己的状态 建筑的边界在哪边 这个边界的产生 如果以海德格说法的话 它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开始 我们怎样去区别这里跟那里 我们怎样去理解 这个边界的产生变成建筑 我们在经营设计的 或是在创造的都是一个 用不一样的边界的方式 去讨论这里跟那里的差异 那它的差异其实并不是说 是一个排外性的 而是一个融入性的 那这次这个展览 基本上当然是应林友涵的邀请 林友涵2003年 从德国回来以后 就跟清水建筑工坊的 廖明斌先生 共同合作 开启了一种合作模式 建筑这些事情 基本上是一个永恒的事情 对这个土地 对这个社会 有这么一种时间性的贡献 永恒这个观念 基本上就烙印在我们学习的 那个生涯里面 景观如何跟建筑去做出某种程度 在都市上的一个配置上的搭配 我常常在讲说以前的景观啊 都在填补建筑的缝隙 建筑放完之后 实在才会去填补它的每一个虚空间 我们是先建构出有点像是岛屿的森林 这些房子呢 这些模型才轻轻地放在这个岛屿森林之上 我想一个长期的合作一定有一个 彼此互相吸引 互相相信 互相的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Michael对于建筑的操作 对于不管是在构筑或者在空间的流畅度 我是非常的欣赏 所以有办法在长时间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像我是在一个构作 这样一个角色 这些模型所表演出的那种特别的姿态 它有点像我们到了一个 岛屿森林里面那样的一个状态 它不是虚构的 它是真的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居住这个事情 其实它根本上分成两个字很重要 就是prospect跟refuge 那prospect是一种展望的可能性 refuge是一种庇护棄居的可能 所以在庇护跟棄居之间 我们怎样去找到生活的安宁 跟生活的稳定 跟我往前瞻仰的可能 所以其实我们在盖这些房子的时候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地理的启发 因为其实人的生活 人出生跟人他住的环境 跟地理是很有关系的 公共兴隐的事实上必须要以建筑诗 面对历史的角色里面的 怎样去诠释历史 历史有个自由可以往前走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自由不是空间边界 而是时间上的 它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事情是 我要在那边什么时候都可以 其实公共空间如果它有限制的话 它就表示它有一种 某种制约上的一个决定 建筑的一个公共性 事实上必须要用时间去表达 它过去是什么 它的未来是什么 它的背景是什么 它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去享受那个自由 你可以去想原来这边是这边来的 原来那边是那边去的 德国新教跟台湾新教不一样 那德国的教堂跟台湾 该教堂的方式不一样 那德国人上葬的内容 跟台湾上葬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礼仪跟习俗是让所有建筑 最具有在地特色的可能 事实上仪式这个事情是跟着我们教义来的 所有宗教空间 它是这些仪式的姿态 产生之后产生的一个空间内容 所以它空间内容必须反映 它仪式的姿态本身 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仪式性的建筑本身 它是跟在地的一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最能够反映文化差异的 最能够找到文化自明性的一个基础 建筑最大的梦想就是 我今天盖出来的东西是你期望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体制上要去努力的 我觉得我在台湾或是在德国 或是我所有合作伙伴 建筑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这是所有的状况 都是在我会做的 我想做的跟我能做 在一个均值点上 建筑它呈现它成熟 跟建筑它呈现特殊的时候 它有它理所当然的一个必要性 那我觉得这个均衡点 对我来讲 是我职业最大的一个期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